欢迎收看台湾最前线 我是许荣江 郭台铭和柯文哲在金门演出一场政治爱情剧 隔天郭台铭说忘了 那柯文哲也赶紧抛出副手人选的条件 消毒郭柯配的可能 两人的三名害死并做藏眉拍死 郭柯各怀鬼胎吗 为何只过了一晚就变调 但是郭台铭可以跟柯文哲沟通无碍 就是不跟国民党联系 邱毅说今见郭台铭进化急速蜕变 灵悟性强不再是政治幼童 到时换猴恐怕会挡不住 有人就分析郭台铭的换猴三步起 猴下郭上最后郭柯配 等于是吃下蓝白两党 问题是如意算盘会成功吗 郭台铭接下来还会出什么招呢 继续边缘化侯友宜吗 那侯友宜变成小三的确是警讯 深蓝选民转向挺柯文哲 大数据分析 深蓝含粉都不挺猴 那金门县议长更是不离党中央的警告 这个审慎发言 呛金门人不是傻瓜 那深蓝选民对侯友宜 有多反感呢 朱立伦说不受这个带风向民调的影响 是这样吗 但今天竟然有一份换猴民调 结果是什么呢 侯友宜竞选工作室今天成立 干部有年轻的议员跟政治实习生 这样能够操盘总统大选吗 传出侯团队跟党中央不合 连选战工作群组都没有 蓝营自家人都看不下去 那侯友宜被批又空又松 党内摆不平 立院的便当会三鞠躬 说拍歇能解决问题吗 傅宽奇缺席说有重要的会议 显然党内整合问题大 侯友宜会不会选不下去呢 不过虽然情势不妙 侯友宜先攻击再说 炮轰台南以及高雄的治安是末段般 但新北治安这几天状况真的很多 不是说治安是强项吗 怎么新北的治安会越变越差呢 总统大选最新情势发展 前节目中都有深入的分析 先叫来宾首先是桃园市议员 于北陈将军 大家好 台湾知库策略长王毅川 大家好 资认媒体验吴国栋 众将好 再是国民党新北市议员叶文芝 众将好 大家好 财经专家徐清皇 众将好 再是政治学教授范世平 众将好 大家好 我们现在来看 这郭台铭主演一出郭柯的浪漫剧 才经过一晚就变掉了 三面害死也变成长眉拍死了 郭台铭说月亮代表我的心 但竟然没有想到 隔天他竟然就说忘了 为什么会转变这么快呢 来请教清皇 这个郭台铭是酒醒了 自己都看不下去吗 到底中间的转变是什么 中间最大的转变 其实在于说 郭台铭已经要到他要的 什么叫要到他要的呢 因为他其实最需要的是干嘛 维持声量跟维持热度 而且最重要的是 要给国民党换猴 这件事情的压力 所以在今天 媒体也揭露一件事情 就是对郭台铭来讲 他有所谓的换猴的三部曲 这换猴的三部曲 其实就是我们昨天 在节目中有稍微透露的 对郭台铭来讲 他现在的目标是要干嘛 是放在两件事情上面 一件就是国民党要换猴 第二件事情 就是郭柯配可以成行 所以你可以看到 国民党对于郭台铭来讲 昨天跟前天 几乎尤其是前天 两个人的实质紧扣 要是跟人家讲说 他们两个不配 真的其实也是怪怪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今天传出来的 所谓的换猴三部曲 是哪三部曲 第一个是要压低 猴友宜的支持度 那这件事情很明显的 你可以发现在 郭台铭的因素之下 猴友宜确实 支持度是逐步的在往下 而且用各份民调来看 那个情况是 趋势是越来越明显 即便没有美丽岛电子报说 这个猴友宜把猴友宜的民调 做到18.3% 落后柯文哲7.6% 其他的民调看起来趋势 一样是在往下走 所以猴友宜的趋势 会不会到了六月之后 七月之后 他的民调更低 这个是猴友宜非常大的挑战 但对郭台铭来讲 那是你的挑战 但是我的机会 郭台铭就在等这个时机 是等什么时机呢 就是标准的猴下锅上的时机 这就是第二部曲 当后宜的支持度 一直起步来 一直往下的时候 这个很明显的 你看谁会跳脚 对国民党要选立委的来讲 那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所以你看 这个是国民党之前 你看邱毅 国民党的前立委 而且在上一次的时候 本来吴敦毅不分区 还想要提他 邱毅的脸书怎么写 邱毅的脸书就直接说 郭台铭看起来 是一直在进化当中 而且最重要的是 他讲了两个很重要的问题 第一个 他说是不是换猴这个议题 会泛滥成灾 而且他说朱立伦跟曾明忠 都出来否认换猴的议题 但是力道下态猛 反而告诉社会说 哎呀侯友宜就是你国民党的七寸 什么意思呢 因为侯友宜的关系 国民党拧掉拉不起来 总统支持度逐步往下 那既然逐步往下的话 这就是国民党的七寸啊 但既然是七寸的话 那你这个不换猴的话 那你要怎么办呢 你怎么救呢 这是第一个邱毅讲的 第二个邱毅讲一件事哦 他说 如果国民党的状况 侯友宜的状况 像现在一样 情况越来越糟 届时提出换猴的 恐怕是各地要选立委的小鸡 党都挡不住的 意思邱毅就告诉你 换猴 如果到时候状况 侯友宜民调还是不好的话 是党都挡不住的 所以邱毅讲这个话就很明显 所以这就是郭台铭要的 郭台铭要的 换猴三部曲里面 第一个是侯友宜制度在往下 第二个就是标准的 侯下锅上 那侯友宜下来锅上去 对郭台铭来讲呢 他要的局就成就了一半 所以第三部曲是什么呢 第三部曲就是 那郭台铭就跟这个 柯文哲两个来搭配 两个搭配象征什么呢 象征蓝白整合 象征蓝白牵手 象征非绿大联盟嘛 那非绿大联盟完成了 刚好这个也是之前 朱立伦自己讲的嘛 朱立伦不是说要做 非绿的共主吗 那如果郭台铭打造出来了 非绿的共主 他跟柯文哲 真的整合成的话 那对郭台铭来讲 这个总统大选 他就抄的相当程度的胜算嘛 所以换猴三部曲 是现在郭台铭想要做的 也是今天呢 从媒体看到 郭台铭的企业界 有人出来报的料 而且今天报的料还真多 包括那个 对郭台铭来讲呢 之前有人帮他拟定了 上中下三册 这上中下三册是什么呢 这上中下三册是谁帮他拟的呢 是彰化县议会的议长 谢典林拿去给郭台铭的 而且当面跟郭台铭分析 这上中下三册 所以你可以看到的是 郭台铭现在正在 循他自己的路径 再往前走 那这上中下三册是哪三册呢 来告诉大家 这上中下三册 上册是讲什么呢 上册谢典林说 这个郭台铭呢 可以去争取 当国民党部分区的第一名 然后去当国民党立法院的龙头 所以呢 他就是要辅选 国民党的区域立委胜选 然后结盟民众党 这种可以结盟的政党 两个一起结盟呢 争取立法院院长的位置 发挥影响力 这是第一个上册的部分 中册的部分 谢典林建议说 这个如果郭台铭呢 觉得说 这个你不想要上册的部分 那中册你可以考虑一件事 就是最小力气取得最大成果 什么叫最小力气取得最大成果 就是郭台铭用五党籍的身份 辅选各县市的五党籍的立委 你只要取得至少三席 变成有关键影响力的五党籍的党团 那你就能够继续发挥 你杠杆的影响力 这是中册的部分 下册的部分呢 他是谢典林说 你可以用公民联署的方式 参选2024的中华民国总统 那这件事情你可以听到什么呢 当金门县议会的议长 支持这个方式 支持郭台铭独立参选 金门县议会的议长 今天呛响国民党中央党部 因为金门县议会的议长 他不是讲说他支持郭台铭吗 那支持郭台铭这件事情呢 还说这后一来我们也不是很热络 结果这件事情 国民党中央不高兴 叫他自己讲话要多注意 结果没想到这个金门县议会议长 听到了之后更不高兴 你知道今天金门县议会议长 怎么回呛的 他回呛的方式是告诉大家什么呢 他回呛的方式是告诉大家说 第一个金门人不是傻瓜 不要把金门人当傻瓜 第二个话更重 因为在前天跟昨天的时候 金门县议会议长说 侯友宜来 我会去招待他 但不会那么热络 这一次里面怎么讲 这次他说侯友宜就算来 我也不会见他 金门县议会议长讲说 侯友宜就算来 我也不会见他 这句话算讲得很重了吧 所以很明显的 对于国民党党内来讲 挺郭跟挺头之间 很明显还是两边在互相拉拔 所以从今天所报的料来看 除了我们刚刚讲 上中下三册之外 最重要是郭董要怎么做 要怎么做呢 今天也是从这上中下三册 同一篇里面看到 他有两个执行方案 哪两个执行方案 第一个 他要进行感恩之旅 要保持郭董在各县市的热度 热度这两个字很重要 所以纵将就回到纵将刚刚的问题了 请问他为什么要到金门 跟柯文哲闹这么大一出 其实就是两个主要的目的 第一个热度升量 维持新闻曝光 是 你看郭董 郭台铭 赖清德跟柯文哲 这三个人在过去 这两天的新闻曝光高不高 高啊 而且因为侯友宜没有去 所以呢 显得侯友宜在整个事件里面 他就被边缘化了嘛 他消失了嘛 大家看到的是郭台铭嘛 大家看到是赖清德跟柯文哲嘛 所以呢在这里面 郭台铭要的升量拿到了没有 他拿到了 第二个 郭台铭要的热度拿到了没有 拿到了哦 他跟金门大学学生在演讲的时候呢 底下的金门大学学生也叫郭台铭要选总统 所以郭台铭要的维持支持者热度这件事 他也拿到了 所以呢 两个执行方案里面 第一个感恩之旅呢 你可以看到 在金门这里呢 已经算是变相的上演他的另类的感恩之旅了 接下去郭董一定还会有其他的行动 那接下去呢 你可以看到 这个他的执行方案呢 会按照郭台铭的步调慢慢的浮出来 最后爆一个料 郭董呢 之前我们曾经讲过 在他城前低调 国民党五一七确认征召猴瑜之后呢 郭董的公安公司的这些相关的人 不是说规见到他原来单位去吗 对不起哦 现在郭董这些人又回到他身边了哦 显然郭董呢 这些人回到他身边表示 郭董接下去一定还有他出手想要做的事情 那会做什么事情呢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 虽然有人说 郭董呢 在这个前天在金门呢 跟柯文哲演出这出戏呢 实在是有点演过头了 但是演过头没有关系 至少赚到了新闻的这个声量 所有的媒体曝光度都在看郭台铭 就算隔天他们说 也没关系 因为大家所看的都是 这两个人到底是在演出什么样 演出什么样的戏 那这样子大家会更好奇啊 所以郭台铭他的所谓的 这些包括新闻的曝光 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这位企业界人士帮他分析的 压低猴的支持度 迫使国民党换猴吗 基本上第一步就让猴友谊 让他边缘化了 所以呢第一步郭台铭就成功了吗 一川中怎么看 显然郭台铭有他的盘算嘛 那这些盘算都在他的意料当中吗 首富就是首富 台阵美商工人生的这么简单 我们本来想说 郭台铭应该下课了嘛 诶 向上又挖起来 满血附火 可能向上旁边去搖到保障 或是人等一个武器 他又搖到 又开始起来担 我们想说 你若边上是出去吃饭 酒如果喝下去就好回去睡 手机不要摸摸 信息不要乱传 脸书不要乱破 因为你名字切起来的时候 赶快收回信息 赶快把脸书散文 像郭台铭应该是 可能喝酒水去 说一些五四三的 诶 现在不是 他去创造 我叫柯文哲同框了 现在大家问一件事 你们是不是在一起 现在柯文哲说 没有啦 我们都是朋友 我们没有什么在一起 我们都是朋友 为什么 因为他不敢否认 他们以前在一起过 以前在一起过 这会去吃饭过 这会去吃饭过 所以对柯文哲来说 郭台铭应该来吹我 虽然是给我吃豆腐 还有我也不知道要怎样 其实对柯文哲来说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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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台銘現在很好 那我請問誰會開始約郭台銘 就是要選理會才的人 因為朱立倫不是說郭台銘是自己人嗎 很歡迎郭台銘回國民黨嗎 郭台銘要進到我們這個國民黨的團隊嗎 所以國民黨現在提名的立委候選人 跑去跟郭台銘結盟 叫郭台銘來騎台 叫郭台銘來支持 叫郭台銘把我的手勾起來 這樣違反黨籍嗎 沒有啊 朱立倫說郭台銘是自己人嘛 也歡迎他九月份回來嘛 所以現在叫郭台銘去把這個立委抓手 郭台銘贊聲說這個立委我停下來 哇 這種事情之前也沒有違反規定啊 所以這個立委多少 可以用郭台銘就用來 因為小機會看嘛 現在誰是誰比較高 因為朱立倫自己說的啊 你說可以叫郭台銘大家合作啊 所以我現在找郭台銘合作啊 郭台銘來我跟他說你要支持郭民 郭台銘啊 這裡的立委也不錯啊 好 第三 現在郭台銘說 那有13個立委支持我嘛 上下就像GP級的嘛 什麼縣市長什麼10比1啊什麼 逼逼的之後 現在說有13個立委要停 停郭台銘 進政嘛 兩禮拜前 那這30的郭台銘還能吃飯呢 對 還有一齣的 13太保煞雪威猛 郭台銘我們大了 我們13個都聽你 對 有沒有違反跟黨籍 沒有 因為朱立倫說郭台銘自己人啊 對 所以我們13個人都頂郭台銘有錯嗎 有啊 高雄那個有沒有 什麼像李梅貞那個 或是陳美亞那幾個 主持晚會的 這馬上不就可以找嗎 所以這些人 如果說我支持郭台銘 我也沒有說我支持郭台銘選總統 郭董你做什麼決定 我們都支持 這樣就好 說這樣就好 郭台銘 不管你做什麼 我們都支持 煞雪為蒙 都聽下去 我跟你說 新理長 大家好朋友 兄弟就是這樣嘛 大家收聽 第一時間 踩到要聽我的 這才是兄弟 郭台銘又開始演出 對 台北的飯店餐 那樣再演下去 這些議長又吃飯 謝田銘到台東又吃飯 這些議長都來 哇 不得了 大家又煞雪為蒙 這告訴我郭台銘後面的誰 這些人有違反黨籍嗎 沒有啊 處理論你說 現在要叫郭台銘吃飯都開除黨籍 也不敢說啊 所以母教會 這些人很自然 他們現在叫郭台銘站這位 都沒有事情 所以那個金門的議長說 說他不想要做什麼 蠔友的總部主委 請問上 韓國的選的時候 蠔友是什麼態度 蠔友有被怎樣嗎 也沒有啊 韓國的剛開始要選的時候 盧秀苑 聽到什麼總部主委 他也這樣 賣了不這樣啊 盧秀苑有被怎樣嗎 也沒有啊 所以那個金門的議長 議長說 啊我 我人家 我就是總理嘛 就叫那個什麼南島 那個那個 何聖翁 我看我 我就總理嘛 因為我以前都沒有總理嘛 我現在開始總理了 所以我就有黨 我就退黨 我不一定要當你總部主委啊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除了登記完成 除了登記完成 這些人我可以處理你以外 其他時間 還沒有登記 郭台銘是不是要回到國民黨 大家要不要結盟 又三個月啊 因為郭台銘九月到我們回來嘛 郭台銘這樣越尷尬 這樣 聲勢聲勢越多越高 對啊 當然在主委 還好 他也拆在待 而且現在 欸 近前兩禮拜前 去叫郭台銘吃飯的時候 會說 檢基做記憶 大家會說有什麼人去吃 對不對 現在郭台銘沒有拿名 郭台銘 叫國民黨的立委吃飯 會有事情嗎 沒有事情了 以前郭台銘 平常是也要吃飯了 他就叫家來盜吃飯 好 所以現在國民黨也會陷入 這樣的困境 也讓郭台銘的空間就越來越大 那就讓他在跟柯文哲這邊 郭柯在一起 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 然後柯文哲說 沒有我們只是朋友 我們也不是仇人 我們只是朋友 那某五的空間越滾越大 越滾越大 最後就是民眾黨的支持者 郭台銘的支持者 會做一個決定說 郭柯和誰政誰戶 到時候再說 反正我們兩個就是和 到時候誰政誰戶 到時候再說 那侯友宜那些人 那些人 可能漸漸漸就再刷過來一組 刷過來郭柯一組 因為有些人希望郭當政 有些人希望柯當政的這一組人 聲勢就會繼續穩固住 會不會往上衝 不一定 但這一組最終都不會適合去 所以這樣分析下來 郭台銘可以發揮的空間 真的是太大太廣了 而且也難怪 這個前欄委邱一會說 他的這個蛻變是極為迅速的 怎麼會這麼的快呢 之前說他是政治優惠 現在恐怕已經不是了 已經急速的進化了 而且邱維還說呢 換核是擋不住了 然後呢他也認為郭台銘 可以著手進行連署活動了 他說這連署都是增加 談判的籌碼 進可攻退可守 也就是一種政治造勢活動 余將軍怎麼看 現在看起來郭台銘真的是完全不一樣了 怎麼會蛻變極為快速呢 所以這十天郭董在家裡面到底在想什麼 是在想如何來幫助侯友宜增高他的聲量 讓侯友宜能夠當選總統嗎 看來不是 他看來是如何激發自己的業務魂呢 郭台銘是怎麼起家的 他是從業務一路做到跨國際的總裁 所以他的業務魂有多厲害 業務魂有一個最大的優點也是特點 如果你沒有不要想搞業務 叫做不怕被洗臉 我去推銷東西 你洗我臉還是笑咪咪 明天再去 後天再去 出現一百次就你的 這叫業務魂 所以郭台銘先想 我幹嘛怕丟臉呢 我何必怕丟臉 我為了中華民國要赴湯蹈火 我為什麼好怕丟臉的 撩落去 所以前天晚上就敢 三盟海事 月亮代表我的心 全部撩落去 全部講出去 對不對 這不叫花言巧語 對郭董來講 這叫什麼 坦測心肺 我坦白啊 我就是願意 逢場作戲 作戲也要演得像 對 那柯文哲心想 你演得也太像了吧 對 人家就厲害啊 那柯文哲你認為柯文哲很難過 有人都說柯文哲被吃豆腐 沒有啦 也很爽啦 也很開心啦 為什麼 這幾天報紙的新聞 都在討論這個事 這幾天網路的照片 就是這一張在海邊 指的廈門 這張照片是最夯的 後面還有不同的對白 對不對 那你想想看 柯文哲要不要 要啊 成功製造郭柯兩人 暧昧的這種想定 對不對 而且郭台銘很清楚一件事 我要找的人是什麼 不是永遠的朋友 我要找的是暫時的朋友 暫時我們的敵人 是共同的敵人 就是侯友宜 我跟柯兩個人目前暫時的敵人 侯友宜 我們兩個加起來 民調一定會上 民調上的時候 合不合保持曖昧 但是民調一定會上來 侯友宜的民調 會隨著柯文哲的民調上升而下降 這就是郭台銘要的啊 對 那柯文哲有沒有 柯文哲也要啊 因為他的民調越高 柯文哲到各地去跟 其他的小機談判的空間越大 如果柯文哲只有12% 只有15% 他到各地去找區域立委 他怎麼找 沒有人要加入他 如果柯文哲的民調 始終保持在25% 甚至到28% 那柯文哲到各地去 列捕他這些 要加入民眾黨的小機 好不好列捕 我現在28% 要不要來 要不要來 很好談啊 對不對 那對郭台銘來講 只要能夠讓 侯友宜的民調下降 郭台銘就有希望 因為郭台銘原則上 你要讓他批 民眾黨的戰袍 來選總統 我個人覺得機率不高 第一個 柯文哲不見得會讓 第二個 郭台銘不見得想要 因為郭台銘想要是什麼 他想要用 國民黨那張門票來選 那國民黨那張門票 現在已經被侯友宜 暫時保管 沒有送給他 不屬於他 上面那個支票 還沒有簽名背書的 你知道 還可以轉讓的 還可以轉讓 什麼轉讓 7月15號 黨代表大會 全國黨代表大會 可以轉讓 那如何轉讓 只有一個可能 就是侯友宜自己選不下去 那如何 郭台銘讓自己 讓侯友宜選不下去 郭台銘已經掌握到了 侯友宜面臨的四大關鍵的問題 第一個政策不明 你侯友宜政策是什麼 所以昨天 已經有人在立法院問 侯友宜了 他問他什麼 他說 我想請問一下 你知不支持 郭董的和平宣言 來啦 第一個政策問題來啦 郭台銘就一直在宣傳 推銷他的和平宣言 他不斷的推銷他的和平宣言 在金門講出 這就是他的兩岸政策 最大的亮點 那請問你侯友宜贊不贊成 來 妙了 侯友宜怎麼回答 真的很厲害 他說 我自己不但尊敬郭 而且期待郭能夠為中華民國 做很多事 對此 對民主自由守護中華民國的信念 永遠不變 對和平的概念也一致 兩岸要對話 降低衝突 才能讓和平 往前進為台灣 帶來永續的繁榮 你到底同不同意啊 講了半天 對 又是空話 對 這就是郭台銘抓到 侯友宜的最大弱點 面問你政策 問你方向 永遠講不清楚 對 那郭台銘清清楚楚 賴清德清清楚楚 侯友宜講不清楚 這個不清楚 未來小鸡不能作戰 這是第一個最大的問題 基本上記者會去問侯友宜 就代表他侯友宜 已經陷入那種被動回應了 其實記者已經知道 侯友宜會答什麼了 只是問你 還會不會繼續這樣答 一答 果然如此答 那郭台銘爽在心裡啊 你看我的兩岸政策 你在講什麼 你在鬼打牆 還有什麼事呢 還有一個更嚴重的事 就是表達 侯友宜的表達 能夠再睡一個晚上起來 突然間 好像是這個周公點睛一樣 突然間醒過來了嗎 起來之後口才便吉 侃侃而談 所有政策 都可以說得清清楚楚嗎 可能 我告訴你 絕不可能 沒有一個 這個說話老師 或者是物談老師 可以把學生一夜之間變好 所以原則上侯友宜的口才 很難訓練 就跟郭台銘 郭台銘口才也不好 可是郭台銘怎麼辦 有高人指點 我嘴巴沒有辦法講那麼清楚 肢體語言可以演吧 所以你看他到金門去 甚少講話 肢體語言 拿出信封袋交給賴清德 地毛巾給柯文哲 牽著柯文哲的手到海邊 看廈門看海看月亮 這肢體語言 這樣就足夠了 他不用去講那些西想 不用講 因為講不清楚 講不清楚 跟柯文哲牽手 叫做藍白河 地毛巾給柯文哲 叫做釋出善意的橄欖枝 把和平學員交給賴清德 表示什麼 我跟你在做政策上的妥協 以談判 都做到了 不需要講 所以我說有高人指點 那請問侯友宜做了什麼 沒有 完全被變化 也不會講 要完全沒去 既不能演又不會講 還有第三點 整合 哇 柯文哲跟郭台銘之間 這就是上演的一個整合戲 好與不好再說 好看與不好看再說 至少演了 那請問侯友宜演什麼 侯友宜怎麼沒有演 那陳昱正問他說 你要不要去整合郭啊 你知道 你侯友宜講什麼 你知道 我一直在想整合 我也會找好機會 以我最大的誠意去整合 做啊 你做啊 不定現在就聯絡不到啊 你不能講 不能說 也不敢做 這怎麼整合 對不對 莫等待莫依賴 勝利會從天上掉下來 郭董突然從你家樓上跳下來說 我來了 你在做夢啊 不可能 最後一個代值的問題 郭台銘沒有啊 郭台銘沒有代值的問題啊 侯友宜這個問題是困擾他最大的 為什麼 當他手指著 執政黨說 你們的自然很差 那個反彈槍就打回來 對 因為你有你新北 所以我才差 你們之間所有詐騙 做得很差 彈回來 你新北做得很好嗎 你永遠一隻手指人家 四隻手指自己 你要怎麼辦 對 這代值的問題 你越不捨得 你越問題越多 然後呢 參選了總統 自己不辭職 一票幕僚辭職 一票局處長辭職 對這就像大哥一樣 大哥說出事了 怎麼辦 小弟你去頂 你去頂 你去頂 這觀念觀感很差嘛 所以郭台銘掌握到 這四個關鍵點 就開始呢 拉幫結派 一個一個找 你看哦 從藍營的議長 你發現一個很大的問題 彰化的謝典林議長 說什麼 拱郭 然後呢 屏東的周典論議長 怎麼樣 勸猴 你要趕快去跟郭和談 金門的更厲害 金門議長說什麼 我跟他不熟 然後呢 會不會黨籍處分 沒再怕 對 哇這怎麼辦 朱立倫要處分嗎 還是朱立倫要下猛藥 不會 這一些事情 不管是侯友宜的問題 不管是藍營基層的反彈 朱立倫早就算在手上了 他知道侯友宜有這麼多問題 也知道侯友宜沒有辦法解決 那你侯友宜不來求我 那對不起 不是我推侯友宜出來的哦 是你們這麼多立法委員候選人 這麼多的縣市長一起背書的 所以這次別怪我朱立倫 是你們自己要這樣決定做的 所有要責任 大家一起付 郭台銘的不僅這個 掌握了侯友宜的弱點 而且是站在制高點 現在就看國民黨如何回應 袁志遠怎麼看 現在諸侯兩個人 面對郭台銘這樣子 強力出招演出這齣戲 那雖然有人說演過頭 但問題是 國民黨怎麼辦呢 要如何因應呢 現在看起來 郭台銘這樣子盡情揮灑的結果 你們國民黨無力招架嗎 有沒有招可以回應 昨天我看我們黨務系統的發言 是說樂見在野的領袖們 這個維持好的關係 有利於整合 這是昨天我們發言系統的發言 可能心裡面還 你們快被整合掉了 對我來講的話 我當然是有點擔憂了 不過我覺得 郭台銘跟柯文哲本身 他們還是有一點點的矛盾存在 雖然說他們兩個 肩靠肩一起在欣賞海 看海 可是柯文哲心理也非常清楚 知道說郭台銘 想要做的不只是朋友 還有多那麼一點點自私的占有 占有什麼呢 占有他的總統的那張門票 但問題是柯文哲已經 他募款已經都不超過一億了 他不可能忽然間說 那郭董那不然我讓你佔有吧 那我的門票給你 我來當副的 不可能 不太可能嘛 所以兩個人還是會有一點點 這個需求無法平衡 所以他隔天柯文哲 馬上拋出他的副手人選 就是在宣示他要選證的 而且意思就是說 他不會去當郭的副的 對而且雙翔哥 那一天這麼浪漫的夜晚 我後來看到新聞 就是柯那邊就放出來說 我被突襲了 那天郭台銘帶著九億啊 就是硬要來找我 跟我十指緊扣 我也是被他拖到旁邊 跟他一起看台的 他也是故意散佈這個消息啊 所以兩個人雖然在那邊 直來直去 可是可能心裡面想的是說 你到底要幹嘛 你到底該不會跟我講說 有流星 然後一轉過來一個轉介在那邊 不可能嘛 對不對 所以柯我覺得最近你有沒有發現 他轉型了 就他以前講話都隨便亂講 人家英國人送他什麼紀念品 破銅爛鐵我不要 但現在都是很穩重 對不對那天郭台銘找他 他很穩重 回應都非常穩重這樣子 然後感覺有點不知所措 對可是 無法去面對郭台銘突然出招 可是他沒有口度二言喔 他講的都是很穩重 然後只是說民眾黨有放消息說 被突襲對不對 然後然後 然後隔天那郭台銘就說 是喔 那我昨天幹嘛我也忘了 然後柯文哲說 君子只叫淡度水 就是柯我一直都覺得很穩 我是覺得還蠻穩的 所以我認為他們 以他們那天 就是以那一天 他們兩個這樣表現 我是覺得 郭柯和的機會 不高啦 但是 郭柯和是有可能的 只是你現在不曉得 他們是要怎麼合作 我還是覺得就是蠻相信 我們黨務系統發言講的話啦 就是說 郭他 我們因為郭 我們認為說 我們只要釋放誠意 郭最後 因為他有答應就是說 跟我們組成一個戰隊嘛 最後還是我們戰隊一份子 那 是嗎 這個黨務系統的 覺得 真的嗎 可是你們現在的侯友宇 都被邊緣化了耶 你們邊緣化的結果 就是郭台銘現在 聲勢一直高漲耶 那你們怎麼辦 到時候 就是如同這個三步棋嘛 對不對 到時候侯下郭上 有沒有可能 現在是不是一直在往這個方向走 那個是民進黨會希望這樣 但我們覺得不可能啦 不可能啦 因為 即便是我退一萬步來講 即便是 換侯 選情也不會變好 因為有換柱的經驗都看得出來 更何況我認為侯目前民調 比較低也沒有到第三 那個美里島電子報 我覺得 是有故意把它做得比較低一點 那個受訪者 我們國民黨的人就特別少 只有13% 不可能是啊 也許就是說 因為基本盤還沒回歸 所以看起來民調比較低 但是民調不可能到第三 所以我覺得只要這個逐步打底 然後基本盤還回歸 民調它是會往上 所以不會走到那一步 你忘了你們的小雞 你們小雞會選擇郭台銘 郭台銘真是母雞 現在看起來比猴友宜大多了 那也是 那也是因為郭台銘 他還是在我們藍軍嘛 我們小雞才會說 大家都來幫忙嘛 如果說郭台銘今天 已經跟民眾黨 全部合在一起了 當然就不太有人會去找他 現在其實小雞的心態很簡單 誰幫我都很好嘛 只要是我們藍軍的都可以嘛 所以不是說 是我很嫌棄侯友宜 所以我找郭台銘 沒有 不是不是這樣 只是那種聲量能量的那個幫助 反正總而言之 就當然侯友宜有他的問題啦 那基本盤 趕快回歸 我覺得民調持續往上 大家還是一個站隊 是喔 一村就你要回應嗎 那個如果郭台銘說要去服務處找你 然後要幫你助選 一定要的啊 你一定會支持 那你會說什麼 你會當著大家面前說郭董怎麼樣 郭董你做了決定 我們都支持 我們都支持三盟還是一下 真的嗎 但是大家是一個團隊 那你會不會顧及侯友宜 還有朱立倫 哇怎麼辦 他來他也不會說 我要娶侯友宜的代資 也不會嘛 就是大家一起幫忙嘛 那你會不會支持郭台銘 做任何決定 我支持他做決定 但是我們總統候選 還是侯友宜啦 如果他獨立 獨立去連署咧 獨立連署那就 那就比較遺憾嘛 因為我們絕對是支持侯友宜的 所以在九月登記以前 你都還可以支持郭台銘 做任何決定嘛 對對對 可是我們前提就是 我們的總統候選人就是侯友宜 不要見風差 但是問題在哪裡呢 你看上面我們其實 現在有個 今天有個新聞 這新聞寫什麼呢 這新聞講說 郭台銘去跟國民黨黨中央要說 你們黨中央不是有13個立法委支持我嗎 那你就把名單給我嘛 那我去 反正國民黨也希望我服選嘛 那我就去幫這13個 支持過我的這個立法委員 我去幫他站台啊 我去服選他啊 結果國民黨這個名單呢 是不願意給郭台銘的喔 所以既然連這個都不願意給郭台銘的話 那怎麼會像原子剛才講的 就是說如果連這個東西都不願意給他 那你又要郭台銘去幫你服選 你不覺得這件事情很矛盾嗎 說自己人的佩囊啊 是啊 對根本沒有這種情形啊 郭董哥怎麼看這種情況啦 郭台銘真的是 國民黨認為的自己人嘛 那現在 聲勢如果越來越高漲的情況下 恐怕威脅的 絕對是侯友宜 郭台銘演出那個劇情 讓我看了目瞪口呆 怎麼講呢 臺灣歷屆的總統選舉 一屆比一屆更像回召劇 尤其是郭台銘跟柯文哲 演出了這個沙灘的一夜 那簡直是已經到 連八點檔的編輯 都沒有辦法寫出來 都想不到 有這一招 兩個男人坐在海邊 看月亮 然後那一晚上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外界大家都在猜 也講不清楚 因為當事人都不講 所以我們從來沒有看過 兩個男人年紀都不小 你說換年輕一點 大家還有一點瑕疵 還有一點猜疑 兩個男人在那裡 還手拉手走到海灘 沙灘上去 這個連外國的總統選舉 都看不到的劇情 就臺灣會演出這個好看 但是我不客氣 說比較嚴肅的 臺灣的政治詐騙 那個政客們的耳如我詐 比社會上的投資詐騙騙你的 都還讓你不能辨認 不能辨識 社會上的現在打炸 我們打炸中心成立的 他不過是騙你的錢 錢就騙了 現在政客在騙你的 是騙你的未來 如果你看不清楚的話 他騙是騙你未來 未來四年半年 叫人騙掉了 變成什麼東西都不知道 所以我們也不要說 好像在看聯繫記一樣 兩個人在海邊 面向大海 到底他們要講什麼呢 他們要幹什麼呢 這個能夠讓臺灣選民說 他們這樣所以我們就投票支持他 我聽了也很奇怪 到底他們要把臺灣帶 從哪裡去 要把臺灣安政部 也沒有講出來 所以這個簡直是讓人家看了搖頭 說到底現在這個選舉 要選到什麼地步 可是對侯友宜來講 是一步比一步的艱難 我看到立法院去 在那裡鞠躬 三度鞠躬 我說很慘 一個剛才被徵召的好酸林 沒有讓立法院黨團 對他信心滿滿 大家蓬勃的歡迎他 讓他在這裡講一番大道理 沒有耶 他不但急功 一直急功道歉 那到底現在怎麼樣 但是我說要換猴嘛 也沒有一個怎麼樣起 怎麼樣結束 都沒有要怎麼樣換我 國民黨也沒有一個規則 一個制度說民調跌到什麼地步 就是要換掉候選人 沒有啊 張亞中不能聽他 張亞中是自己找罪受 如果張亞中堅持說 民調到什麼地步 要換我 我倒屁 他連總教練都要換的話 那你不是整個跟朱立倫在對打嗎 對 你這句話是多餘的嘛 你不要講 你現在一講總教練換的話 朱立倫拍戲 朱立倫旁邊絕對跟你對幹的嘛 換猴可以 總教練他不能換的 所以我就覺得說 他們鬧鬧到這個地步的時候 到底會演到什麼 大家時間還很早 國民黨是七月才要舉行前代會 在這段時間 我們可以發現到郭台銘背後 一定有高手開始在這裡插發 開始在 讓他可以這樣盡情發揮 因為侯友宜到現在 不但我們看不到他幕僚是誰 進辦好像是明天 還是後天才要成立 然後也不過是把他市政府的副市長 跟副市長拿去那裡當進辦的人 看不出有高手進駐 現在郭台銘雖然他沒有進辦 但是我們已經發現 後面有人在操盤 一步一步在那裡進逼 他要逼到侯友宜什麼地步我不知道 但是如果在議論這樣子製造的時候 侯友宜你再去要跟郭台銘握手的話 那你侯友宜等於是視落了 你早就該做你不做 等到人家在逼的時候 你再去跟他握手 在那裡說討教請益 那人家就覺得說 你這樣不夠假 本來政治你就要搶先一步 結果你落後 然後你現在去那裡跟他示好 郭台銘當然姿態要高嘛 現在他跟柯文哲兩個互相在利用 到底誰騙誰那還在未 還不知道只是互相利用拉台聲勢 現在媒體焦點都在他們身上嘛 根本把侯友宜都排擠在外面了嘛 你根本侯友宜輪不到 這個聲量輪不到你了嘛 那到最後如果郭台銘猴下他換上了 他跟柯文哲就是對打的耶 對 他不是合作關係是對打關係耶 所以我們選民啊 白酒比較金淡 對 看清楚 到底裡面是在比什麼工廣 而且我還不客氣講 國民黨藍營的跟柯文哲這三個人 不是像賴清德是政治出身 一直在這裡從政的幾十年了 對 他們都是半途出家 他們的捕捉到底是什麼捕捉 我們也不知道 只能檢驗說 侯友宜你做了八年的副市長 四年的市長 柯文哲你做了八年的市長 結果你對國家的大局 這個局勢要怎麼做 都沒有 我看侯友宜這幾天在還手圍攻 我覺得有點來不及了 你今天還手圍攻 你拿不出好的 都著重在那種滋滋結結 那種小東西的話 選民還是不能接受你那一套 你要還手圍攻 要提出大的東西出來 還手圍攻 你必須要讓選民知道 你的格級跟別人一樣 不是以前看你的小格級 那樣是低估了 所以我看這一場 兩個男人在海邊坐在那裡 到底這個戲他們要怎麼演法 如果郭台銘你這樣逼著國民黨 國民黨現在有一種氣氛 他們也在凌結要緩撲郭台銘 我現在提醒郭台銘 你不要以為你這樣做 對你就有利 國民黨還沒有使出 他真的奧波出來 他的殺手劍有 他不是沒有 政治的這種愛情劇 雖然外界是用那種調侃的方式 在看待 但是就如國動哥所講 背後到底在賣一些什麼 是不是在詐騙呢 來 范老師我們看到 這個因為切剑人士都說出 換口的三步棋嘛 所以郭台銘現在是打什麼樣的 如意算盤 是打算要整併 國民黨跟民眾黨 他的如意算盤會成功嗎 當5月17號國民黨的中常會 正式提名侯友宜的時候 你看郭台銘第一時間 他先不講話 然後跑去日本 回來之後 沉浅了一個禮拜 所以我們看上個禮拜 郭台銘是韜光養晦 然後把他的重要的幕僚 像這個周點潤 屏東縣謝議長 或者是彰化的議長謝點玲 全部到他的豪宅裡面來 閉門磋商 我不覺得他們在談天說地 他們已經在規劃了 這個禮拜的金門執行 這個議場掛 就是他們的議長 議長掛 他們正在做一個串聯 為什麼你看郭台銘一到了金門 金門的議長 立刻說我們金門80%到90% 是挺郭的 然後他說他跟侯 這個不熟 如果猴來金門 他們也不會做太熱絡的接待 講得這麼明白 表示他們站 郭台銘跟這些議長們 站在進行的是一個大串聯 也在進行沙牌推演 而且這個推演 已經從我們的縱外線 延伸到離島去了 所以他是一個長臂的管轄 好 第一點 第二點 有計畫有步驟的 有計畫有步驟 然後你看郭台銘 是突然的決定要去金門 連機票都買不到 要不然最近到金門去 有很多 城隍爺這個活動 這基本一年一度的盛事 他做他自己的專機 私人飛機 私人飛機飛一趟 跟你去買一個民航機 那差太多了 那個油尿要錢 插了盒子 幾倍啊 很難算 錢不是問題啦 對 這不在乎了 就是直接要到 然後你看他到現場 他叫宣兵奪主 為什麼 因為其實這個場子 本來 柯文則是沒有想到 郭台銘會去的 他認為這場城隍 這個祭典 就是他一個人的solo 獨秀 為什麼呢 金門縣縣長 陳福海 就是怎麼樣 民眾黨的黨籍 他是目前民眾黨 除了新竹市之外 告宏安之外 縣長裡面唯一就是金門 所以他認為他 他就是他一個目的 就是金門縣黨部正式成立 他去年的時候 6月是成立一個聯絡處 想試試看水溫 想說不錯啊 我柯文則在金門 是有票的 所以他這次封城撲撲去 是他除了要成立 他的真的黨部之外 他要為陳福海 因為陳福海他想連任 可是因為他現在面臨到 排黑條款的問題 可能就無法連任 所以柯文則以為到金門 有主場優勢 對 想不到 來了一個陳曉晶是誰 郭台銘 不但陳曉晶 還拉了誰 拉了陳玉珍 陳玉珍是最有可能 挑戰陳福海 下一次縣長 所以說陳玉珍 來勢兇兇啊 可郭台銘根本來不及防備啊 另外就是怎麼樣 前天晚上 據說郭台銘 喝了一瓶的高粱 那天明明 而且是58度了 這是陳玉珍親口講的 還不是38度的 喝完之後 郭台銘那天 心情非常愉悅 喝完酒之後 壯了膽 直接指導黃龍 去突襲 夜襲 這柯文則 所以你看柯文則心情 其實是不好的 為什麼 因為他打了五通電話 要 把奪命連環摳 要把柯文則 我不知道柯文則是故意不接 還是沒接到 然後他 其實郭台銘是住在大金門 柯文則是住在小金門 這邊有個機箱 有個橋 郭台銘說 我去小金門看一個朋友的媽媽 那個媽媽的家就在柯文則民宿旁邊 那麼巧的事情 早就安排好 然後呢 郭台銘 他的這個所謂的 他的媒體公關 在那邊等待 大隊人馬 對 大隊人馬 然後那個陳昱鎮說 沒有啦 媒體都是早就預期 他們會有一個什麼活動 誰告訴這些媒體的 就是郭伴嘛 就是郭台銘的 那個公關公司說 告訴你們 我們等一下 我們郭董會有一個 什麼樣的 一個特別的support 你們好好的那邊等一下 果然就出現了嘛 然後直接去找柯文則 所以柯文則 其實他是不高興的 第一個 你來 我沒有接到電話 你這樣子直接的 直接闖入 不請自來 他覺得很不受尊重 所以為什麼會來隔天 柯文 柯辦 是表達一個不滿 而且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郭台銘 偷襲 夜襲 這個柯文則 5月10號 大家還記得那一天嗎 他說要去拜訪 柯文則 柯文則說 報天我那天行程 排到10點 什麼意思 就告訴你 不要來了嘛 10點我要睡覺了嘛 就郭董說 好 我10點到你家 直接進入 就柯文則說 還要陳佩奇 你現在不要再課聽 不要聽 然後後來 柯文則說你來幹嘛 郭台銘說我告訴你 我八成被國民黨提名 柯文則還笑他 都沒有一個提名規則 你就相信國民黨嗎 他在恥笑郭台銘 你太幼稚 你政治幼稚病 所以我覺得那次 郭台銘夜訪 5月10號這一次 其實柯文則也不爽 就連兩次被偷襲 每兩次被夜襲 所以我覺得 郭台銘這樣子如此的大動作 然後實質緊握 然後在這個看海 我在金門大學教書十兩年 我從來沒去看過海了 晚上看海了 第一個金門9點多以後 都沒什麼人 大家生活很單純 回家睡覺 而且海岸過去 都有布雷 這幾年是因為 少雷少得比較 但是心裡面 還是有一些障礙 所以跑去看海 是晚上看海 很奇怪 郭台銘刻意安排這個活動 然後媒體在旁邊stand by 然後去拍攝這個照片 為他所用 所以我覺得 郭台銘這樣的一個心機 讓柯文則 我覺得他們兩個人 表面上 當然因為 郭台銘有錢嘛 柯文則不願意當面的 批評他 但是心裡面的芥蒂 我覺得是已經出現了 所以未來你說 可能這個 郭柯沛不可能 柯文則已經講了 人家又不當我們的副手 意思是什麼 他頂多頂多 請郭台銘來當副手 他絕對不可能自己當副手 他說人家不願意啊 另外你說 所以郭柯沛是不可能的 柯郭沛可能嗎 也不可能 郭台銘怎麼可能 屈就副手 我都參加國民黨的總統的 這個初選 我怎麼可能 而且郭台銘有一種老大心態 我想去見你柯文則 我不管幾點 我就是要見到 對 我就是見到 就老大心態嘛 對 再來就是 美麗島電子報的民調 柯文則已經25.9%了 跟賴清德只差10% 他現在第二名 他幹嘛需要郭台銘 我沒有郭台銘 我一樣這樣子啊 因為他們兩個的票的同質性 某種程度是重疊的嘛 所以對郭來 對柯來講 郭對他來講 他不可能所謂的柯國配 也不可能郭柯配 在表面的和平 那是或者互相的合作 那是保留某種空間 所以你看 從這邊來看 郭台銘這個習性 這種大老闆的習性 我要去找你 你就必須要接待我 我也不管你有沒有睡覺 10點鐘你也得來 我要去你家 你也得開門 我晚上要找你這個 柯文哲兩個人看海 你就得給過來 我就是這種任性的大老闆 你又怎麼樣呢 第二個你看 郭台銘一個特別的習性 會忽然的出現 你看既然 他那天在金門 忽然這個賴清德出現了 郭台銘忽然蹭上來 拿了一個信封袋 上面都寫好字了 說什麼我的和平宣言 他早就在等賴清德了 早就在等啊 對 對不對 等著忽然的這個伏羲出現 這種情報還記得嗎 5月12號在板橋 池會宮也是一樣啊 侯友宜 這個出來講話了 這個廟裡面要起架了 要點炮了 媽祖出巡了 郭台銘一個劍步又跑出來了 他比侯友宜還早到 都知完詞了 躲起來 等待 等待侯友宜的出現 然後來個劍步如飛進來 然後跟侯友宜握個手 搶到整個媒體的鏡頭 因為他知道 這個時候媒體都在嘛 所以我覺得 郭台銘這種 第一個搶鏡頭 第一個忽然跑出來蹭人 他真的是很厲害 不愧是Sales出身 再來就是 他這種霸主 霸道的心態 也凸顯出 他的這種大老闆 但是我不需要講 郭跟柯都是一個 主導性非常強的人 兩個人的合作 其實只是災難的開始 所以我覺得 他們兩個要合很難 但是郭有沒有可能 真的出來連署呢 目前看起來 他的動作很多 但他的目的只有一個 透過柯文哲 來告訴朱立倫 我是有可能郭柯和的 郭柯和是有可能出現的 那你這個時候 要不要把侯友宜換掉 由引我進去 但是我忍不可能 因為如果真的 柯文哲 真的 朱立倫把侯友宜換掉 換了郭台銘 郭台銘更難控制 對 對助理人來講 我幹嘛 其實沒辦法控制 國民黨根本無法控制郭台銘了 整個被關於吃掉了嘛 關於那麼有錢 國民黨搞不好 那個助理人 連黨主席都沒有了 主席的人現在想的是說 我是不是能夠放到 不分區域安全名單 如果我能夠進立法院之後 我既是黨主席 又是立法院 是有可能混到一個立法院長 這是他的目的 所以他現在是跟侯友宜合作的 合作關係 目前起碼是這樣 所以他也不可能在這 而且他把侯友宜換掉 那這又變成換住2.0的話 整個國民黨對朱立倫的印象 或他的聲譽 會更加受到毀滅性的打擊 所以他不可能做這件事情 郭台銘跟這個柯文哲呢 不管他們合演出一個什麼樣的浪漫劇 不管有人說是演過頭 或是人家覺得噁心 但重點在於 現在聲藍選區已經轉向挺柯文哲了 這個是挺郭派的 立委陳育生所講的 不管是聲藍或非聲藍選區 導向柯 所以侯友宜要有所警覺的 那也包括一些大數據的顯示 現在一些藍營的朋友 對於侯友宜非常無法諒解 就在於負面的關鍵字 藍皮綠谷 所以顯示出在190的貼文當中 挺侯的僅有54字 請教益川兄怎麼樣看 因為現在包括藍營的部分 朱立倫他怎麼講 他就說呢 這個所謂的喚喉 都是這個民進黨在那邊 見縫插針製造出來的 然後故意製造這種謠言 國民黨是不會受到這種 帶風向民調的影響 推給綠營是這樣子嗎 但其實這個風暴 恐怕是來自於他們藍營自己 對朱立倫對整個國民黨內部 包括聲藍 他照道理來說應該是在他初選 徵召公佈之前 應該是都按來好了 就是說 這些議長這些地方的人數 大家都按來好 就是說 我們現在做到的 就是侯友宜最強了 因為郭台銘還差很多 所以我們整個洞就是要挺侯友宜 就這樣看起來好像不是 看起來好像是 地方這麼做一個人 都搞不清楚 到底那個民調是怎麼做的 朱立倫他到底在想什麼 都看不到 所以現在朱立倫跟發言說 提名之後 一兩禮拜 侯友宜民調那麼多 他現在怪什麼 他現在怪這麼地方不太停 所以他不知道現在開始走地方 走地方去找這些議長 說你們怎麼出來挺侯友宜 我們黨就是要挺侯友宜 可以對這些議長 定人數來說 為什麼你要公佈進行 我們都不知道 你要公佈進行 我們在郭台銘那裡聽起來 是要拿名郭台銘 你把我們這些議長 整軍都在掙承 所以這一些人的那個 勤勞 其實地方的這些派系的人士 他挺侯友宜也沒關係 挺郭台銘也沒關係 因為他們買不是政敵 他們買就是一個開 一些地方的利害關係 他們需要的是這個 所以對他們來說 黨如果要拿名郭友宜 把杜立說清楚 讓他們屬身知道 不然很浪費 你以為想說 如果謝田銘跟張榮會 地方的代表會主席問謝田銘說 議長 我們這次怎麼要拿名郭友宜 聽說你都不知道喔 聽說要拿名一天 你這個黨就是郭台銘喔 你實際上漏氣的你做什麼議長 拜託的你怎麼做什麼議長 這民主敢掛掉 不爽 你想要做電論 屏東對不對 屏東現在國民黨最大就一樣嘛 大家國民黨都要聽做電論的嘛 做電論你也是去用生命啊 做電論以後 出來之後是要怎麼把那些 電影的頭人說 說阿爹我走就知道了 所以現在朱立倫做這些事情都有一點 那麼好 但是有趣的是 當朱立倫跑去跟這些人講的時候 講說欸 我們在聽侯友宜的時候 朱立倫你的口氣會是什麼 這很重要喔 朱立倫如果說 我們就是要拿名 侯友宜 那郭台銘都不要參與 所以現在黨跟我們講 郭台銘又要吃飯 郭台銘都什麼 黨是建議你都不要參加 這是一種公法 第二種就是說 我們就已經拿名侯友宜了 郭台銘其實人也不錯 我知道以前你們都有跟他商店 我們就已經支持侯友宜 侯友宜好像做不對 我的代表侯友宜來自己搶 我的請侯友宜親身來一組 大家多多體諒 侯友宜的人 人故意跟不想說話 跟不心機 人就這樣 跟不善於延遲 就跟他討一段 你還給他時間 那都民進黨在亂 大家收體量 他有兩種公法 那問歸起來 沒人知道他說什麼 所以可是他如果這樣說 他不只上到侯友宜 也會上到郭台銘 各式各樣的講法 朱立倫現在要做決定 因為朱立倫在表面上 他也是一個很原種的人 可是有什麼傳出說什麼 朱立倫跟郭台銘說 你當時就記到牛鬼蛇神 對 這句話 他就行 怎麼可能說 郭台銘你就是去看那些牛鬼蛇神 這個很難想像 他現在朱立倫要去南部 去記這些牛鬼蛇神 對 朱立倫你去南部的時候 他現在對這些議題 當然說 當時就是你們 你們郭台銘 錯誤信息 還郭台銘 這樣照著著 晃噗噗 現在失望了 都是你們 人家說話要注意 不要說郭台銘 錯誤信息 當時你們都在這裡塞人 第二種就是說 沒有啦 我沒有說什麼牛鬼蛇神 那都外面亂說的 我跟你們照顧 我沒有說過 對不對 我問他有 我哪有可能說你牛鬼蛇神 你說我多尊敬的 咧 我們現在很好奇 朱立倫下去了 要說什麼 他要怎麼按捺這些議長 對 可是呢 這些議長會不會串臉 這些議長會不會說 欸 整軍大家再問問 問問問之後 我會說 你怎麼跟他說這樣 跟我說這樣 說的怎麼都不一樣 又頂上去 所以現在對朱立倫來說 安撫這一些地方派系的 就變得很重要 如果他這條如果處理不好 何友宜會整個完全的崩盤 就是我剛剛講的 這些立委候選人 接下來選擇 跟郭台銘在一起 也不會被怎樣嘛 例如我葉延芝也有說了嘛 郭台銘如果要跟他支持 他也當然 九月已經啦 還沒報名之前啦 郭台銘要跟他支持 葉延芝也不會記住了 中南部的 大家都不會記住了 欸你如果無到六七十個 郭台銘都去騎台 我現在郭台銘的無聊 郭台銘的 郭台銘都跟六七十個 你都去騎台 一個一個電腦 一個一個拼去 按照郭台銘的個性 晚上九點也去你家 去之後 唱歌 支持葉延芝 六七十個雙筆都創好之後 我看你好友 你就糟糕了 換我迷了 過半是支持喔 來清王 這到底是一個什麼回事呢 他的問題 又是怎麼一個問法呢 對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這個 藍營的名嘴陳輝文 他在他自己的這個 YouTube的頻道上面 他YouTube頻道上面呢 大概有將近十萬人喔 九萬九千六百多人喔 那以他這樣的基礎 你可以知道一件事 他這將近十萬人 他的這個訂閱戶 一定應該都是屬於 比較深藍的部分 那這些深藍的支持者 聚集在陳輝文這個地方 然後要先講清楚 一件事情喔 陳輝文為什麼要做這個民調 因為他說 怎麼會因為吳子嘉 搞一份民調 把侯瑋瑜變到第三名 大家就雞飛狗跳的 他說他不相信情況 是這個樣子的 而且他還講了一件事情 陳輝文說 他是反對換侯的 他把反對換侯的這句話 先講出來之後呢 他就辦了這個民調 他說看看我們這個頻道裡面呢 到底有多少人呢 是贊成要換掉侯友宜的 結果呢 他也沒想到耶 他本來認為說 國民黨的支持者 藍營的支持者 應該不會認為要換侯啊 結果呢 沒想到投票出來的結果 你看 竟然有五十六%認為說 贊成該換侯就換 這個結果一出來之後 陳輝文自己也嚇一跳耶 驚呆了嗎 他真的驚呆了 因為他覺得說奇怪 他是反對換侯的 他認為侯友宜怎麼可能會有 糟糕到藍營的支持者呢 至少以他自己頻道裡面 會有百分之五十六 都認為要把侯友宜給換下來 不可思議 不怎麼覺得他在犯串啊 是 然後呢 這個認為不贊成的人 是三十三趴 然後認為不知道的是六趴 無所謂的是三趴 所以你可以看到 五十六趴跟三十三趴 在他裡面的藍營的支持者呢 以超二十趴以上 二十三趴喔 是大幅領先呢 不贊成換侯的喔 所以支持換侯的比例這麼高 所以陳輝文後面講了一句話 他怎麼說呢 他說 看到這個結果 他覺得喔 這個侯友宜應該當初 不要讓國民黨徵召的啦 他說侯友宜呢 讓國民黨徵召之後呢 侯友宜才開始遇到 2019年的時候 韓國瑜所遇到那些 枝枝枝枝迂迴的事情 什麼意思呢 他說 其實就是講說 韓國瑜在2019年的時候 當時遇到什麼 跟黨中央要整合 要資源的時候呢 黨中央也是卡住嘛 然後後來呢 跟朱立倫要求說 啊這個希望能夠拉台民調 希望朱立倫 你跟我韓國瑜呢 可以一起來搭檔 當我的副手好不好 結果當時朱立倫是拒絕還是答應的 當時朱立倫是拒絕的嘛 所以你可以發現韓國瑜 當時遇到國民黨黨中央 跟遇到來自朱立倫這一邊呢 看起來結果都不是太好 所以陳惠文才會講說 哎呀 侯偶儀現在自己接受徵召之後呢 遇到朱立倫跟現在國民黨黨中央 你知道問題在哪裡了吧 你知道你會被卡在哪裡了吧 在這個情況之下 請問你要怎麼選呢 所以陳惠文這一份呢 是一開始本來想幫侯偶儀講話 但是呢沒想要做出來的結果呢 竟然是大幅56%主張 要把侯儀給換下來 所以這就變成侯儀一個非常大的問題 你知道對於侯儀要整合來講 議長這一塊絕對是一個大的問題 因為你可以看到侯偶儀認為說 他去拜訪拜訪就能夠化解掉 朱立倫也認為說他趕快南下去緊急處理 就可以化解掉 來我們告訴大家 你知道在對郭董 就我們講說他陳前的那一個禮拜裡面 議長派不是到了這個郭台銘的豪宅裡面去 跟他共商大事嗎 你知道議長們是怎麼告訴郭台銘的嗎 議長們告訴郭台銘說 你絕對不能落跑 什麼意思 你想說他又不是已經當上總統 什麼叫落跑 他的意思是說 在這一場國民黨角逐這個徵招的過程裡面 你認輸就是落跑了啦 他的意思就是要郭台銘 絕對不能夠落跑認輸 要郭台銘要挺到底 選下去就對了嘛 是不是 這就是為什麼這些議長們 會是主戰派的原因 因為這些議長要求郭台銘說 你不能落跑 你要拼到底 這是第一個要講的事情 第二個 你知道對牛鬼蛇神這件事情 議長們的看法是什麼 議長們的看法是說 朱立倫講的牛鬼蛇神這件事情 對是嘲諷我們聽到了 但是你以為這時候我們會跳出來 罵朱立倫罵黨中央嗎 錯 我們都知道這件事情 我們也都聽到心裡面去了 所以我們不會在這時候 跳出來槓領黨中央 為什麼 這時候出來槓領黨中央呢 就是被你引蛇出動 被你引出來 然後就被你趁機消滅了嘛 所以這些議長的看法是認為說 在這個時間 對不起我知道你在罵我 但是我們在這時間呢 都保持低調 可是我們都支持郭台銘 支持他站到底 他只要願意站到底 我們就站在他後面 這些議長的看法是這樣 那我請問你一件事 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有沒有注意到 侯友宜到南部去見 周點路的結果是什麼 周點路有用跟郭台銘一樣的 高規格對待這個侯友宜嗎 有親自迎接跟親自送他出門嗎 都沒有 所以顯然對照我剛剛所說的 議長派的心裡如果是站到底 而且是告訴你說我們會挺到底的話 他怎麼可能這麼時間 接受你對牛鬼蛇神的講法 還把他講成說是公關公司 是測試 這些議長都不是傻子 所以這個也是為什麼你看 連金門的議長都套出來 告訴你說我支持郭台銘 你就可以聞到這些議長們 他們現在對牛鬼蛇神這件事情 他們反彈的氣氛 現在還有一塊 也是蠻大塊的 在藍營的部分 深藍這些族群 還有淺藍的部分 現在因為這些人 對侯友宜是極度的不諒解 認為他過去在該團結的時候 沒有團結 隋芬老師 那張亞中先發難了 那張亞中是八年前被換住 他是在紅袖柱身邊 對 心有不爽 這股鳥氣到現在為止 一直沒有出來 當初紅袖柱出來 是因為你們國民黨 王金平也不出來 朱立倫也不出來 吳敦也不出來 大家你讓我我讓你 好啦我紅袖柱 我拋磚引玉 對我出來 然後我結果你們現在把我換掉 對當然我覺得紅袖柱 他本來就沒有真的要選到底了 他只是提到一個一中同表 在國民黨那邊就炸鍋 民調變得15% 然後當時國民黨的這些立委候選人 大家紛紛要求朱立倫把紅袖柱換掉 中常委聯名上書簽名 後來換掉了 對那這件事情有沒有可能重新再演 我認為侯友宜跟紅袖柱不一樣 侯友宜他當然有這個所謂的一中同表 那種所謂的歷史情懷 可是他說真的想當總統 我不認為他那麼想 他有的是理想性 他有的是他的價值觀 但是侯友宜不一樣 侯友宜現在身邊的人 已經在選位置了啦 誰要當部長 誰要當行政院長 對不對 我問你 警察過去 因為他所謂的行政院三級單位 上面公公婆婆很多 有行政院長 有內政部長 所以警政署的人士 都不是署長說的算 有時候內政部長關切一下 行政院長了解一下 所以他們一直覺得他們很窝囊 這一次如果我們警察當了總統 我們要出口氣啊 我們要出頭天啊 我們要當內政部長 我們過去被內政部 這是我們的長官 現在我們變成長官了 我要當行政院長 憑什麼好伯春 軍人可以當行政院長 我們警察不行啊 我們軍警一家親嘛 對不對 我們軍人可不可以當 我們警察可不可以當 國安局局長 當然可以啊 可不可以當什麼 國安會秘書長 太多這些有關於治安國安國防的事情了 所以我覺得他身邊的這些 他的徒子徒孫也好 他的同學也好 對 現在是扛教的人不願意下來啊 即便是侯友宜在教旨上想下來 旁邊也不讓他下來 所以他一定什麼 富於顽抗 我的民調再怎麼低 我絕對就是堅持打死不退 你國民黨怎麼辦 對 你把侯友宜開除黨籍 你就沒有這個候選人的身份了 那國民黨不管提誰出來代表侯友宜 侯友宜作為台灣最大票倉 人口最多的新北市 我就是不挺國民黨 那完蛋了 這個人誰出來都垮 所以侯友宜掌握了全台灣最大票倉嘛 有恃無恐嘛 一定是富於顽抗嘛 所以我覺得 如果這個民調再做下去 那國民黨怎麼辦 你要用外科手術士 把侯友宜給 讓他這個辭 辭掉這個候選人的話 是不可能的 除非他自己主動 那我剛剛講過 他身邊的人不會允許這個事情發生 所以我覺得 現在這場內亂正在出現 根據ET TODAY的民調 國民黨支持者 只有84%的人 是支持侯友宜 泛藍裡面只有56% 然後呢 泛藍裡面有22%是支持克文哲 在這場內亂正在出現 國民黨支持者 國民黨支持者